按照英國政府本星期宣布的計劃 為了加快疫苗的研製 健康的志願者將會被有意感染新冠病毒 參加試驗的健康志願者 年齡在18至30歲之間 多數新冠疫苗試驗都是讓志願者 接種潛在的疫苗或安慰劑 然後等候距離中間足夠多的人 通過日常生活而接觸新冠病毒 這個可能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 英國本星期宣布計劃在2021年5月 開始所謂的人類挑戰的試驗 以加速開發疫苗 馬科斯對美聯社說 那麼多人現在都在掙扎 他希望一場大流行病能結束 每天都有更多病例 更多人死亡 如果這個疫苗試驗 意味著全世界的創傷能夠更早結束 他願意出力 他願意成為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他說他希望為疫苗盡自己的一分力量 他說從個人的角度來說 他不能讓這個做一件真正有意義的事情的機會 從他這裡擦身而過 和其他人相比 他的風險是很低的 世界衛生組織說 這個可能意義更大 就是組織發言人馬格麗特哈里斯說 這個有很長的歷史 好幾種疫苗的開發都有這種的做法 比如霍亂疫苗和傷寒症疫苗的開發 哈里斯也表示了一些擔心 他說關鍵的是如果有人考慮這樣做 必須要有一個道德操守委員會來監督 必須要取得志願者的完全同意 而且他們必須選擇志願者 以將他們的風險最小化 因為你將是用一個 他們都還沒有治療方法的疫苗來挑戰大家 他說所以你必須確保每個參與人 都確切懂得利害所在 必須有選擇以將風險最小化 志願者和你都必須要確保、知情、同意過程 必須是嚴格 洛森比亞大學微生學家 斯特格里奧斯莫斯喬斯博士 最近在接受美國資金採訪時說 此刻我們是沒有一種制止傳播的方式 我們甚至沒有給予 像唐納德、特朗普得到的那種 是多種抗體治療、類固醇等等的財力 這種治療的成本相當高 我們沒有疫苗 因此我們需要壓制這種病毒的擴散 不單是管控它 而是壓制它 英國研究團隊的初步目標 將是利用人為控制的病毒劑量 來發現造成新冠病毒疾病感染的最少量病毒 如果得到監管人員和道德措守委員會的批准 研究團隊希望能夠在2021年5月 開始全面的挑戰試驗 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